大家周日好 哎呦 我们家伍伯今天早的啦 哎呦 谢谢 谢谢 给我咖啡都准备好了 今天现在7点了 2点钟吃早餐 为啥呢 昨天嗨的太晚了 因为我还要照顾某人 哎呦 一直到早上6点钟睡觉 实在受不了 今天早餐有一点像叫什么呢 德西 德英组合 你看 英国人的早餐不都喜欢像这样的鸡蛋嘛 然后德国的香肠 再加上意大利的面包 哎呦 我的妈呀 三个国家的吃的呢 来 我们家闺女 这个不贴磁砖浪费啊 这个就是 简直就是在 磨那个磁砖上面那个水泥呀 墨的老瓶呢 我们继续去今天的教堂那边的节 还有呢 到今天就结束了 一共就两天 我规律要吃这个香肠 叫 这样子 可以让他去买 那边有个乐队呢 你看看人家这个卖鸡肉的生意老好了 走 我们今天去 今天差不多节日就到七八点钟 最多的就结束了 不能像昨天那么晚 因为明天是礼拜一了 今天天气好 不像昨天一木垃圾的 昨天晚上妈呀 地上全都是玻璃茶子 我今天去看看这个地方 玻璃茶还有没有 看昨天我们就站在这的 我老公就把这个杯子放在这上 结果地上全都是玻璃茶的 今天打扫好 德国人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 一般对待有点下韭菜 德国人是没有下韭菜 直接拿着啤酒去喝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捧着一杯啤酒 关键是喝醉了 还捧着啤酒跳舞 昨天真的是 吓死人了 真的吓死人了 这个好吃吗 但是他不喜欢吃这个肠 他不喜欢吃这个面包 看看这就是全貌 有点黑黑的 这边因为灯光太暗了 这刘海都得要弄起来 不然爱事上课也不能这样 看看教堂上面讲 11点1点和3点半 这是我们这边的教堂 我们的教堂是这个教堂 看这里还有酥呢 各种各样酥 这个有吃烤小鲑 请我多获得一碗 这个吃烤肉 这个 ishi 嗯 这是做德国菜的 一大顾 很好的 我们说 这是600 meter 6厘米是3欧元 你看 6厘米3欧元 看看我家闺女看到一本书 这上面叫你摆台子 De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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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什么家里放的好看 多好 很多很多的书 也很便宜 人家买的时候 我闺女发现一个问题 他说德国人为什么把书都保持得这么新 我家里一位也是 把书上大学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书 都30多年前的 人家还保护得跟新的一样放在那 这边就是我们镇上的网红店 我去过一次 去年的时候 去年7月的生意老好了 价格嘛 有点小贵 但是人家火呀 天气小镇也感觉挺好挺美的 其实你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会爱上它 你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理应该当的 我就觉得我们镇上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们一个小镇我们就这个小镇上面有五家面包店 他卖菜的吗 这个就是叫Feed the Kraut 就是我们这边的包菜 看看看看这个南瓜这么大 看看这个南瓜多少钱一个 看我们这个价格不贵的 多好呀 这锅这一点挺好的都自己买 哇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多少钱 啊 2块钱 3块5 锅子5块钱 很便宜啊 到家了 没的什么好看的了 哎呀 我等会要把我家的韭菜看 这些韭菜给割了都开花了 割韭菜喽 看拿这个盆拿这个刀割韭菜 我家这里这个玫瑰花 千叉的应该又火了 又火了一颗 看我这里种的这个葱啊 还挺好的 割韭菜感觉真的很爽 现在一为平地 看一看 割了这么多的韭菜 要是在亚洲超市里头买的话 这么多 差不多就1块9毛9吧 还是差不多 这些这些买得得七八欧吧 韭菜被我洗好了 留着明天包饺子 然后这个是昨天买的这个 排骨才2块1毛2 看便宜吧 一公斤是1块9毛9 你2斤 给它洗一洗 煮汤 很脏的你看 肉是没几个肉 我估计这个乌库都有好多 因为德国人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他们也一半都是熬汤的 得好好洗洗 等会儿再焯个水 炖汤了 开始炖了 洗的好长时间 太脏太脏太脏了 然后放生姜和葱 放了一点盐 炖去吧 放在砂锅里头炖 今天晚上吃烤肉 再配沙拉 虽然是蔬菜 有的人很多人会认为 就说这种卷的就不用洗了 其实还是要洗一洗 我老公是不洗 最近在烤肠买的七毛七 它就很便宜的 蔬菜甩干鸡 沙拉甩干鸡应该是 就蔬菜甩干鸡 甩干鸡 就是这个 看起来还挺高大上的 我婆婆送的去年送的 圣诞节的礼物 人家说闺女是小名 我家闺女是我的小马达 马达 马达加斯加 对吧 有你的名字 来 把这个垫里头 我觉得你可以也可以这样弄 这个使劲转 就这样 等我水就多 使劲转 就让你甩的快一点 它水才能出去 这个就是很方便 看我家闺女的头发 现在颜色淡一点 挺好的 老婆是比较努力 你知道吗 呀 给孩子去学习 这就是我拌的沙拉 买沙拉发辈的熟 呀 这就是沙拉发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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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看起来很新鲜 好的 沙拉发辈的 嗯嗯嗯嗯嗯 快快快 肉来了肉来了 等会再喝点 喝点排骨汤 我的 妈啥 哎呀 这个肉这么厚吗 嗯 嗯 蛋个身 哎呀呀 还有一个 快吃吃尝诊这个肉怎么样 好吃吗 非常好吃 我们自己加了一点辣椒面 就是湖南的那种辣椒面 尝一尝 湖南 湖南 尝尝 这个是从河湖南买的 好不好吃 嗯 能吃点辣味的 对 放了辣椒面 不敢放多 因为它太辣了 看看这个汤炖的好白呀 给你盛汤 光给你汤的话 是不是显得我特别刻薄 连个肉都不给你 确实有点不 那你也不要吃肉啊 要不就来一块 来一个 尝尝 万一你喜欢呢 来个小的 要 不要拉倒 那就只有喝汤的份吧 行了行了 行了 行了行了 多一点 够了够了 好 看一看 我的这个白叶 我就喜欢白叶炖排骨 好嘻的我俩人平起平度了 看一看这个放进去 炖出来更鲜 一样 看一看 汤啊 还没炖好 我闺女刚才喝了一碗 当时是没有放干豆腐的 她说有点淡 东北人嘛 口味比较重一点 她上楼睡觉去了 明天早上要上课了 她都害怕死了 昨天我公公他们那个地方有地震 4.7级的地震 我公公在 Noyaburg 然后我婆婆靠近弗莱堡嘛 有地震4.7级 也挺吓人的 咱们中国有地震 这里也有地震 看看我要开始喝汤了 我家闺女喝汤不吃肉 我可要吃肉的 放了点葱花 又放了点盐 它不是不咸吗 嘿嘿 这个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了 因为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 我叫闺女明天要上课了 祝大家晚安 咱们明天见